因为佛法那是智慧的 不是单单念念经啊 就是打打坐呀 磕磕头啊 它是一种境界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个因 其实就是一种方法论啊 你应该 你必须 所以用本体论来讲 本无所住而生其心 一个人如果你本来就没有住在这种心中 就是心空的 你无所住 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空空如也 你不会生出其心的 你不会生出贪嗔痴慢之心的 因为你没心啊 所以就像很多人说 你这个人怎么没心没肺的了 人家跟你讲半天 你怎么都记不住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就是告诉大家 本体论来讲 就是你已经无所住心了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佛后来讲到 过去心不可得 就是由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是告诉大家 你既然无所住心 那你过去的心还要得吗 过去的发生过的事情 你还要再去记吗 你现在的心不可得 你现在学佛了 你应该放下了 你不应该再去为现在 你在人间的生活当中的 杂杂的那种人间的琐碎事情 而再去生出这种嗔恨心啊 贪心啊 烦恼心啊 所以现在也不可得 那么佛陀又告诉我们了 未来心也不可得 那么未来还没发生呢 你为什么要生在你的心中啊 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呢 而且不知道怎么发生呢 那么你这么放在心中干嘛 所以讲到底就是叫你 因无所住啊 不要去住心啊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烦恼的 心太多了 对不对啊 你看看很多人心太硬了 心太嫉妒了 还有很多人呢 心太软了 还有很多人呢 心太肮脏了 全部都是由你心发出来的 所以菩萨叫你无所住 就是把它全部扫掉呀 扫干净呀 扫干净之后 心会出来吗 心还会出来 所以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生出来的其心 那是干净的了 所以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所以知道过去心不可得 你的心 现在心当然不可得了 你连你过去做过的事情都要忘记 你现在有什么可以得到的 你现在的心里都忘记了 我现在做的事情 还没做好 我怎么会去担心我未来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跪在菩萨面前 整天地求着未来的事情 哎呀 菩萨让我孩子以后大起来啊 能够考试考得好啊 读书有成绩啊 你让他好好学佛念经能不好吗 所以很多人问师父 师父啊 你帮我看看 我的孩子大起来能不能 结婚找到女朋友啊 你不是拥有未来心吗 所以一切不要求 一切心不要住 住在你的心中 因为它是现在未来和过去时 没有妨碍你任何情况 没有让你难过 让你悲伤的理由啊 所以自信本空呀 为什么叫自信本空啊 本来就没有的是你生出来的心 最后你自己把它灭渡了 那么你的心本性 它还是空的呀 所以禅门讲心法 很多人说讲来讲去 禅宗讲心法就是一个心 所以我们很多人 哎呀 这个事情要管 那个事情要管 不管还要管 管了还要管 已经说了 这个事情我不管了 还要接下来问 这事情怎么样了 你说放下就应该放下了 你放下了 你还要管干嘛 你看看我们有很多人就是的呀 跟他说 你现在不要再管这个事情了 好 师父我不管了 是吧 不管了 刚刚刚那事情怎么样了 刚刚那事情怎么样了 刚刚那事情怎么样了 我不管了 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你看 他又生出心出来 他放不下了 他不空啊 心是本空的 他又造个心出来 所以我们说 外溪诸缘 内心无喘 什么意思啊 就是没有喘息 外面好像诸缘分 所有的缘分已经 休息了 没了 叫外溪诸缘 内心无喘 也就是告诉他 实际上表面上看起来 我已经不管了 但是内心还在关心这件事情 对不对啊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谈恋爱 这个男的跟他拜拜了 结束了 这种人死了我都不管 关我什么事情啊 他最近怎么样啊 你看看 他放不下了 那这就是师父跟你们讲的 表面上空了 实际上没空 因为念头一个又一个生出来 境界是你一个又一个造出来的 那么你如果能够理解 自信本来空 念念不停留 你知道所有的念头 它都留不住 那去留它干嘛 所以师父要你们懂得 佛法中 很多人经常为一些佛学理论 而争辩 就是到底空还是不空 当你去争辩的时候 实际上你还是没有空呀 因为你想变出个道理出来 你想变出个真理出来 实际上你落入一个空 我想要得到这个空 但是你又落入一个没有空性的空当中 所以这个金刚经是非常难的一个经文 所以师父跟大家也只能从佛学的理论 给大家做一些解释 希望大家有潜入身 接下来师父跟大家讲一个大道治解 有一些人经常觉得自己讲的是大道理 觉得自己说的很对 别人都不对 以为自己总是对的 我讲的是很有道理的 你们讲的都不行的 所以有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 大道治解就是告诉我们 真正的大道理 不是你讲出来很多很多的理论来验证它 而是真正的大道理 一两句话就能够让你明白的 你比方说 你今天说 哎呀我这个人做了很多好事 为什么没有好报 对不对 他觉得为什么 哎呀这个人做了这么多坏事 为什么他没有恶报 我用大道理跟大家讲好吧 大道简吧 简单吧 你要记住了 不是不报 事后未到 两句话吧 就这么简单 有的人说 我不知道要不要帮助他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做了之后 对他会不会有伤害 那么很简单了 两句话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呀 所以这个大道理很简单 世界上很多事情 难就难在 你无法 让复杂的事情 变成简单的 你看看很多事情 越辩论 越复杂 越搞 越搞不清楚 你看家里的事情 学校里的事情 工作单位里的事情 社会上复杂的事情 越搞 越复杂 越搞 越搞不清楚 我们人就是喜欢 把很简单的事情 复杂的去做 所以为什么学大道治简呢 因为人跟人之间讲话 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或者在工作上 很多的接触 都会变得 耳于我诈 你争我斗 全部远离了单纯 远离了纯洁 人跟人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大道治简 实际上是最高级别的智慧 用人间的话来讲 叫成熟睿智的表现 用佛法界来讲 就是你的境界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们在心理学上来讲 有的时候 完美 人间的完美 常常是最简单的 一个人不讲话 就做事 这个人一定成功 这就是完美 很多人讲了一辈子 一辈子不成功 一辈子事情做不成功 有的人就是不讲话 好好地做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他成功了 简单就是真理 师父跟你们说 简单就是真理 能够把复杂的事情 简单的来做 这个人就是有智慧 你看看我们 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拼命把它搞得很复杂 越搞越复杂 所以叫后积薄法 就是简单的力量 两句话能说明情况 两句话能够让别人理解 你就是有水平 你去看一个小学生 一个中学生 一个大学生 他要翻译一道题目 或者他要跟你解释一件事情 他不停地找理由 找根据 去找各种各样的事情 来让你理解 一个教授走过来 两句话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你们跟律师讲话 你们讲了很多对方不好的道理 他应该怎么样 律师两句话 他这个人 就是比方说欺诈 侮辱你 诽谤你 律师就有两三个字 就解决了 所以就是告诉你们 简单他会有力量 越复杂 他越没力量 举个简单例子 你就一个榔头 你垂下去 特别有分量 如果你把它变成 无数个螺丝刀 你可能就砸下去 就没有力量 所以复杂的事情 变简单 但是很多人 不知道 看似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还真不简单 比方说 夫妻经常吵架 讲的都是具体的事情 吵架的时候 他讲什么 他讲什么 对方说 他讲什么 他讲了什么 要想把这个事情 变出一个真伪 夫妻两个人 都是各执一词 把事情讲得越来越复杂 因为我们人 在繁琐的思维当中 早就远离了智慧 你们记住了 烦恼的人 他是没有智慧的 如果一个人 懂得大道治简 他就可以对 这对夫妻讲 你们不管谁对谁错 你们这么吵架 就是错的 这么一句话 你就这么一句 简单的大道理给他们 不管再难的事情 你从简单入手 循序渐进 你才能解决呀 因为这对夫妻 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一旦等他们两个人 懂得我们两个人争吵吵架 那是不对的时候 他们就会坐下来 好好商量 简单吗 先不要吵架 吵架是不对的 你们千条理由 万条理由 坐下来谈 大道理吧 人是不是应该 把看似复杂的问题 简单的去做啊 真正有智慧的人 复杂的事情 他可以把它变得 很简单的去做 简单的事情 要重复去做 你就是个专家 看了很简单 今天我念一个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简单吗 你不停地重复去做 你到了最后 你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 你会认真啊 重复做的事情 要认真地去做 今天我们 一个很小的事情 为众生 解决 他们的烦恼 接电话 一会儿来一个电话 一会儿来个电话 很认真地去回答 坚持努力地去做 你一定能够救度众生的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你 重复地去做 而且认真地去做 那些很简单的事情 你一定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所以学博修行 亦是靠时间 很多人 一辈子念 阿弥陀佛 这么简单 他为什么到临走的时候 就会由西方三圣 来接引他 其实就这几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六个字 那么都是要靠你平时 看似简单 你要用基础 好好的去做 所以大道之简 就是物在天成 开悟 开悟在你的天 你的天成 因为你终有一天 会开悟 简单的想法 会永久 所以把事情 想得太复杂 会在我们人生当中 充满着 静急和烦恼 所以师父告诉大家 其实人生在世 如牲畜 静急之中 什么意思啊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时候就游如在树丛当中啊 到处都是爱刺的那些树叉呀 尖尖的各种各样的树枝啊 一动 你就会刺上你 一动就会碰上你 有的时候在森林里 还有很多隐蔽的蛇呀 你不动 它不来咬你 你一动 它游过来 这个就是告诉你们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的时候我们很苦恼 你不动 你心不动 你不会刺伤啊 你只要心一动 就被刺伤了 因为你心不动 人不妄动啊 不动就不会伤到你 你的心一动 人就会妄动 那么伤其声痛其骨啊 所以体会到世间猪般的痛苦 你师父跟你们讲 很多人参加一个派对 在派对上 看见某一个人很喜欢 你心一动 你就开始痛苦了 是不是啊 你妄动了 哎呀 我要是能够跟他好就好了 好了 接下来想啊 动脑筋啊 千方百计啊 去跟他接触啊 到了最后呢 被人家甩了 刺伤吧 伤心痛苦吧 所以世间很多事情 就是你不动 他不会动 人世间时时刻刻 都像你在晋级丛林之中一样 处处都暗藏着危险和诱惑 诱惑很多 你只有不动忘心 不存忘想 心如止水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